跟黄老猫画千千剪笔画 美丽的短跑健将 邓灵 我们先从邓灵的大眼睛入手 它看起来仿佛在瞪眼 所以才叫邓灵 很有道理吧 然后画出脸型 鼻子 嘴 接着画一对长而弯曲的脚 有脚的邓灵可是男生哦 这对脚是为了博取伴侣的芳心 争夺领土 以及和其他雄性邓灵争斗用的 再画上大耳朵 大多数邓灵生活在非洲大草原 那儿可是危机四伏的地方 邓灵是草原食肉动物的美餐 较小的身体 尾巴和修长的腿 邓灵的线稿就基本完成了 现在开始上色吧 对付墙底 邓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跑 它们非常的敏捷 可以以每小时八十到九十公里的速度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 我们这只邓灵有一身浅褐色的毛 有棕色和白色相间的纹理 黑色的脚 邓灵的速度仅次于猎豹 它和同样善于奔跑的猎豹 为了各自的生存 经常会来一场竞赛 这时候 单靠速度已经不能取胜了 机灵和有经验的邓灵 会来上几次突然的转向技巧 拉开距离 飞快地逃离捕食者 最后 给它加上蓝天和草绿色的背景 奔跑早已经成为邓灵的遗传基因了 刚出生的邓灵宝宝 五分钟后就能跟着母亲跑动 六周以后便能成长为新的短跑健将 没办法 周围的猛兽实在是太多了 千千剪笔画 快快加入我们吧